新一代AMD Radeon绘图卡 除了设有高阶的R9系列之外 也有针对中阶用家的R7系列 HIS日前就是Radeon R7-260X系列 推出HIS R7-260X I-POWER ISQ X2绘图卡 在电源和散热两方面助出改略 以提高超频能力和凌静程度 HIS今次推出的R7-260X I-POWER ISQ X2绘图卡 持有两大重点特色 其中I-POWER能够为绘图核心提供更高电力 而I-SQ X2代表散热器可以保持绘图卡低温运作 绘图卡采用Radeon HD-7790 和BONNA核心的改良版 核心偏后为215-08-390-97 同样摄有816个Stream Processors 事物和AMD官方一样为1.1GHz 绘图卡利用4火SK HINIX H5GQ 4H24MFR记忆体货粒 组成128bit GDDR5记忆体界面 合共提供2GB记忆体容量 运行的线密为6500MHz 令总记忆体频宽达到104Gbps 供电方面 绘图卡利用单独片电源输入接口 核心部分持有6双供电 而记忆体部分亦独立持有单双供电 较AMD官方所设计的维多 配搭一般常见的大VSF MOSFET 和铝合固态电容 令绘图卡更加稳定 绘图卡散热器 从iSkill X2设计 在一般负载下 能够维持升速在28dB以下 令系统保持宁静 散热器采用铜底接触面 和3组6mm同度热管 将热力有效分散至整个 雷奇片散热器之上 再透过两组75mm散热风扇 将雷奇片上的热力吹走 令绘图核心能够保持合适的温度 HIS R7-260X iPod iSkill X2 持有HDMI、DisplayPort、DVID和DVII输出接口 支援4K Ultra HD显示 如果配搭DisplayPort 1.2 MST Hubs 和iFinity 6一併使用 最多可以同时提供6屏幕输出 方便需要多瓶输出的用家 方便需要多瓶输出的用家